Hello 大家好 我是米哥 2021年的元宵节在昨天已经从我们世界市场跨过 新一年的征程已经正式开始 在这里呢 我先给各位拜个晚年 祝你们新年快乐 华香北的手机市场是在演出期开的章 开章后 全国各地的采购人员都涌入进来 想着在第一时间采购到自己需要的产品 并且抓紧收卖 毕竟年后的手机行情还是非常活跃的 所以最近市场也陆陆续续到了不少新货 今天呢 我就带大家一起来逛一逛 首先是声明园的飞扬岸手机市场 这个市场在我们楼下 这里只要走进一楼 你就可以看到门口收买华香北版本而记得上架 但其中一位老大哥的招牌特别吸引我 上面写着绝版莫达的口号 这让我一脸闷闭于好奇 所以我打算上去看一下 16A的 那怎么做绝版啊 很大这个行李要拿给那个苹果查看 是不够啊 真的假的 是真的 做得很好嘛 做得很成熟 在苹果不用自己的W1啊 就直接用这个莫达16A的 用上在里面的 不会吧 怎么不会 你查资料都有吧 这个说法让我吃惊又质疑 回来后查询了一下事情原委 原来是联发科收购了卢达 苹果为了产品成本降低 有可能让联发科提供卢达的芯片来生产蓝牙耳机 这样呢 原本生产华香北版本耳机的商家 也有可能再也采购不到卢达芯片 导致华香北版本的卢达耳机绝版 就有这个情况啊 我估计华香北的商家之前没有料到过 我们前排吃瓜 先随着镜头上二楼看一看 市场二楼的右侧呢 是二手电脑区域 给大家找的电脑 多数是从这里挑选的 这里苹果MAC居多 型号还算全面 年后也到了不少精品 这几天我也给大家挑选了一些 价格方面还算挺平稳的 我年轻并没有太大差距 但Windows的电脑相对苹果MAC在这里 并没有这么全面 很多要找的Windows电脑 都需要视线联系好老板 请他帮我们留意 但也不是每次老板们都能碰巧遇上的 整个楼层的其他区域 手上买一些手机的维修配件 这方面呢 大家应该也不会怎么接触到 所以我们就不谈了 直接上三楼 看一看你们喜欢的 堆积楼上的iPad 都满满的iWatch 在三楼的北边 每次带客户来到这里 他们都会为眼前的大场面赞叹一下 仿佛找到了一个宝贝 新的地方 但对于常年奔波一次 每天都要磁流好几圈的我们来说 已经习以为常了 甚至有些抵触 原因倒不是因为我在这里时间长 待腻了 而是在这里挑选一台iPad 真的很费神 由于iPad拆机检测不方便 而且它原本也不存在亲密性 所以在辨别原装机器的时候 就增加了一些难度 从外观检测到功能运行 只要有一点感觉不对劲 就会勾起我的疑心病 因为我知道 一台经过精心处理的维修 或者翻新机 外观确实可以做到别无二致 所以在不拆机检测的情况下 只能耐心细致的观察 并且综合方方面面对照数据是否合理 才能最大程度拿到稳稳当当的机器 但每天如此的侦破 让我拿到机器就像进入一个案发现场 找不出什么 心里反而还有点硌意 弄得有点神经质 所以我就经常跟二蛋说 在这个市场 你知道的越多 拿货就越困难 顺便在这里也跟几位 没找到机器的好大哥们说句抱歉 您再等等 这两天市场新款到的比较多 老款随后到了 我立马去帮你再纠结纠结 回到市场 我们再溜达过来看看iWatch 这里的iWatch 以海外版本居多 相比iPad 辨别它是否有问题会容易一些 因为所有的iWatch 都是有防水功能的 我们只要检测它是否有气密 再结合其他细节和功能 就能得出结论 为此呢 我随手制作了一个 检测气密的小物件 顺带的申请了一下专利 前两天下达了证书 我想啊 等以后时间空间了 就给它生产出来 送给粉丝们玩玩 不过啊 全凭气密来检测机器 是否好坏 那是不正确的 毕竟 有气密的机器 不一定是原装的 但没有气密的机器 它肯定有疑问 检测气密 只是硬机中的一项 更多的还是需要 全方面的判断结果 才能下定论 咱们来到三楼的南边 这块区域 主营官换手机 里面包好了 官换iPhone iPad 耳机 配件等 而也会来点稀有五种 就譬如苹果的演示机 Swatch 日韩全新机这些 这块区域的价格 非常透明 基本上谁来都可以问得到 同型号的配置价格呢 基本上每家报价都是一样的 但如果有一家报价过于便宜 那你的脑子就得滋润起来 因为啊 新赞赞的机器 它也可能暗藏毛泥 从去年开始啊 这块区域的官换iPad 是越来越多 据说是iPad比iPhone 在官方好售后 所以呢 换iPad人也多了起来 虽然来货成千上万 但价格一九十万不乱 因为整个市场需求 是源源不断 如果你每天想要了解 这个市场行情啊 现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 您再顺便点个赞 我继续带你们去看一个 市场的四楼 几乎就是二手iPhone的天下了 在这里 你想要找到iPhone型号 基本都存在 不过 找到能符合你要求的 估计有点阻碍 抛开价格 就型号 颜色 内存 橙色 电池效率来说 总有一项可能成为你的障碍 遥看啊 四处存在 静观 唾舌可得 到手一路啊 哎 满是伤害 就像就两天给一位北京的好姐姐 找一台512G的美版XS Max 要么颜色不行 要么版本不对 要么就是橙色不够亮 方方面面 总缺一面 实在让我早得崩溃 希望在后几日的寻寻觅觅中 能早点和他相遇 不负好姐姐的期待 当然啊 也不是每次找货都是困难重重 还是有很多时候受到情来的 这个取决于市场每批大货 到什么畸形 好比市场开张后 新款iPhone12系列大量的涌路 不仅拿货如碳囊取物 就连价格也蒙降了好几百 就是说iPhone12破了128吧 充电几次美版的无锁量机 前天市场报价是6700火量充足 但昨天又到了一批 市场瞬间下调三百 只比同备制的有锁机器 准经济贵了150块钱 突如其来的操作 估计也让很多卖有锁机器的商家 慌了什么吧 具体动态呢 我会时刻关注 并给大家汇报 逛到这里 整个飞扬市场就差不多了 时间有限 没有办法跟你们说的面面俱道 我们来了方长 最后祝你们 牛连大吉 拜拜